無論宣判結果是我輸還是我贏 其實遊戲橘子都已經贏了 因為他的戰術成功了 他就一直拖到錢照賺 拖到大家都不關注難得抵制了 然後營收通通入代 就他們最終目的就是要賺錢說白了 那他們也真的成功賺到了 所以我認為這場仗 遊戲橘子贏了 我必須很遺憾的說我認為他們贏了 就是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就是錢 但是台灣人民賠掉了什麼消費權益吧 在去年年中不是有公布轉蛋法嗎 就是說以後只要是消費的課金手遊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道具 你都要公布機率嘛 否則會財罰什麼50萬對不對 但是到我介於戲局在那個過年期間 禮包啊什麼也是都沒有公布機率啊 就是他在賣的課金商品也還是 有幾樣道具是沒有公布機率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他們而言 那個50萬根本沒什麼 我感覺鬆了一口氣吧 就是抗爭了一年多 總算有一個 怎麼講 重見天日的感覺嗎 因為在這一年多 就是怎麼說呢 因為法庭上的東西 我不太敢去 在直播上啊 或者去做影片去 對大家說明啊 因為這樣很像是 我的律師告訴我的啊 就是這樣 其實法官是不太喜歡這樣的行為 就很像是你在 衛審宣判然後在干預司法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在這一年多裡面 他們在法庭上栽贓抹黑我非常多的東西 但是我都一直在隱忍 然後好不容易今天已經宣判結果 終於可以把那些過程給講出來了 所以今天宣判結果輸或贏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不是特別的重要 其實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 持續的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其實告贏我就是 叫我賠一塊而已嘛 那 而且也是用那種 極其骯髒的手段 就是去混淆法官的 視聽啊 去模糊焦點 因為他們真的告得非常非常多 那法官 案子真的非常多 他也不可能 每個案子都非常仔細的去理解 甚至 這遊戲手遊 法官可能根本就不懂 所以其實對於 判書判贏 其實我是 我自己心裡也是沒有把握的 雖然就事實上 就到底上 我覺得我一定 我一定是贏的 但是 說實話法官真的有辦法了解到那程度嗎 我心裡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很慶幸這個法官 非常的 開明嗎 應該說開明吧 對 他就是願意請天武門這個案子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做出了最公正的審判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個 玩家出來對抗 這個遊戲財團的一個 一個首例吧 就是打贏財團的一個首例 那也是 我們遊戲消費者的權益 在日漸 抬頭的一個象徵 就是 往年大家都是黑局黑局的那 什麼騙錢啊 幹嘛什麼東西 被盜帳號啊 不處理什麼 就是很多 很多爛事根本就是 只能在網路上吐怨氣 但你實際上你根本 逃不回自己應該有的權益 但是我 認為從這一刻開始 大家可以開始重視自己的 遊戲的消費的權益 然後慢慢的 嗯 可以正 讓遊戲公司正視自己的 售後服務的問題 而不是說 我賣點數 那個手遊營收入口袋 然後後面什麼服務我都不做 就是那個被盜帳號 你家的事 啊什麼 那個機率不透明 我就是要多賺一點之類的 這種情況 我希望他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 然後讓玩家跟遊戲財團 是處於一個 呃 我被財團服務的這個狀態 而不是我被財團吸血 我覺得從兩個方面講 第一個 以他們厚臉皮的程度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死皮在臉 繼續上訴 他們絕對不會承認自己的錯 因為要承認 早就承認了嘛 又或者他有辦法自清 早就自清了嘛 不需要搞到這麼難看 然後到處 移花接木 在法題上 鬼扯我 我幹嘛幹嘛 然後最後還被法官駁回 對吧 就 他們如果有能力自清 或者他們願意拉下臉來 道歉 他們早就做了 既然他們都做到這份上 我相信他們也會 繼續死皮在臉的上訴啦 那從戰術層面來講 我認為他們告我的這個戰術 就是為了拖台錢 因為手遊本身是有受病的嘛 就很多手遊 其實三個月 六個月甚至 能夠撐到一兩年都算久了 那他告我拖個一年兩年 他可以拒絕去回應 他的消費爭議這件事情 那對他來說絕對是轉 哪怕最後 判決結果 對他極其不利 也沒差 反正時間拖過了 他已經收入戰了 那就好了 對 所以我覺得從兩個方面去講 我認為他一定都還會再上訴 但是我還是深切希望他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 真的 其實我在稍早發布的影片裡面有講到就是我認為 今天走到這裡 無論宣判結果是我輸還是我贏 其實遊戲舉止都已經贏了 因為他的戰術成功了 他就一直拖拖到錢照賺了 拖到大家都不關注 然後營收通通入代 就他們最終目的就是要賺錢 說白了 那他們也真的成功賺到了 所以我認為這場仗 遊戲局自贏了 我必須很遺憾的說 我認為他們贏了 就是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就是錢 但是台灣人民賠掉了消費權益吧 我認為台灣人民的消費權益在這一年多裡面 並沒有得到一個進步吧 就連那個什麼轉蛋法 在去年年中不是有公佈轉蛋法嗎 就是說以後啊 只要是消費的課金手遊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道具 你都要公佈機率嘛 否則會裁罰什麼50萬對不對 我印象那個法案是去年年中通過 然後今年的1月上 就是正式開跑 但是到 我介於遊戲局在那個過年期間 我有看到群組在講 他過年期間的那個禮包啊什麼 也是都沒有公佈機率啊 就是他在賣的課金商品也還是 有幾樣道具是沒有公佈機率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 對他們而言那個50萬根本沒什麼 然後玩家權益抬頭我也 不放在眼裡 反正就是他們都是以我能賺最多錢為目的 再去做 做他們的所有的行為 我覺得我非常有信心 我不認為他們拿得出什麼說法來 來解釋啦 就他們可能只能繼續胡扯 那法官如果稍微 聽一下應該也都聽得出來他們在胡扯 因為他們這件事情走到這邊 他完全給不出 任何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解釋給玩家嘛 他連對玩家都給不出像樣的解釋 那到法庭上他能 他不就也只能熬嗎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案子他是賠定了 謝謝大廣東